天天读圣经 让你生活大有信心 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 我相信神的祝福提升你的生命 不再一样 事实纪第九章 耶路巴黎的儿子雅比米勒 到了世间见他的众母舅 对他们和他外祖全家的人说 请你们问世间的众母人说 是耶路巴黎的众子 七十人都管理你们好呢 还是一人管理你们好呢 你们又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 他们的众母舅便将这一切话 为他说给世间人听 世间人的心就归向雅比米勒 他们说他原是我们的弟兄 就从巴黎比利土的庙中 取了七十蛇颗的银子 给雅比米勒 雅比米勒用以雇了些匪徒跟随他 他往俄弗拉到他父亲的家 将他弟兄耶路巴黎的众子七十人 都杀在一块盘石上 只剩下耶路巴黎的小儿子约坦 因为他躲藏了 世间人和米罗人都一同聚集 往世间相处旁的柱子那里 立雅比米勒为王 有人将这事告诉约坦 他就去站在基利辛山顶上 向众人大声喊叫说 世间人啊 你们要听我的话 神也就听你们的话 有一时树木要高一树为王 管理他们 就去对橄榄树说 请你做我们的王 橄榄树回答说 我岂肯止住 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 飘摇在众树之上呢 树木对无花果树说 请你来做我们的王 无花果树回答说 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 飘摇在众树之上呢 树木对葡萄树说 请你来做我们的王 葡萄树回答说 我岂肯止住 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 飘摇在众树之上呢 众树对荆棘说 请你来做我们的王 荆棘回答说 你们若诚诚实实地高我为王 就要投在我的阴下 不然怨火从荆棘里出来 烧灭黎巴嫩的香薄树 现在你们立雅比米勒为王 若按诚实正值善待 耶路巴黎和他的全家 这就是仇他的劳 从前我父母冒死为你们征战 救了你们脱离米甸人的手 你们如今起来攻击我的父家 将他种子七十人杀在一块磐石上 又立他毕你所生的儿子 雅比米勒为世间人的王 他原是你们的弟兄 你们如今若按诚实正值待 耶路巴黎和他的家 就可因雅比米勒得欢乐 他也可因你们得欢乐 不然怨火从雅比米勒发出 烧灭世间人和米罗众人 又怨火从世间人和米罗人中出来 烧灭雅比米勒 约坦因怕他弟兄雅比米勒就逃跑 来到比尔住在那里 雅比米勒管理以色列人三年 神使恶魔降在雅比米勒和世间人中间 世间人就以诡诈带雅比米勒 这是要叫耶路巴黎七十个儿子 所受的残害 归于他们的哥哥雅比米勒 又叫那留他们血的罪 归于帮助他杀弟兄的世间人 世间人在山顶上设埋伏 等候雅比米勒 凡从他们那里经过的人 他们就抢夺 有人将这事告诉雅比米勒 以别的儿子迦勒和他的弟兄来到世间 世间人都信告他 世间人出城到田间去 摘下葡萄 踹酒 摄拜宴席 进他们神的庙中吃喝 咒诅雅比米勒 以别的儿子迦勒说 雅比米勒是谁 世间是谁 使我们服侍他呢 他不是耶路巴黎的儿子吗 他的帮手不是希布勒吗 你们可以服侍世间的父亲哈摩的后裔 我们为何服侍雅比米勒呢 唯愿这名归我的手下 我就除掉雅比米勒 迦勒又对雅比米勒说 增添你的军兵出来吧 一仔西布勒听见以别的儿子迦勒的话 就发怒 悄悄地打发人去见雅比米勒 说以别的儿子迦勒和他的弟兄到了世界 伤祸城中的民攻击你 现在你和跟随你的人今夜起来 在田间埋伏 到早晨太阳一出 你就起来闯城 迦勒和跟随他的人出来攻击你的时候 你便向他们见机而坐 于是雅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众人夜间起来 分作四对 埋伏等候世间人 以别的儿子迦勒出去 站在城门口 雅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人 从埋伏之处起来 迦勒看见那些人 就对希布勒说 看啊 有人从山顶上下来了 希布勒说 你看见山的影子 以为是人 迦勒又说 看啊 有人从高处下来 又有一队从米厄尼尼像树的路上而来 希布勒对他说 你曾说雅比米勒是谁 叫我们服侍他 你所夸的口在哪里呢 这不是你所藐视的民吗 你现在出去 与他们交战吧 于是迦勒率领世间人出去 与雅比米勒交战 雅比米勒追赶迦勒 迦勒在他面前逃跑 有许多受伤扑倒的 直到城门 雅比米勒住在雅鲁玛 希布勒赶出迦勒和他弟兄 不准他们住在世间 次日 明出到田间 有人告诉雅比米勒 他就把他的人分作三队 埋伏在田间 看见世间人从城里出来 就起来击杀他们 雅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一队 向前闯去 站在城门口 那两队直闯到田间 击杀了众人 雅比米勒整天攻打城 江城夺取 杀了其中的居民 江城拆毁 洒上了盐 世间楼的人听见了 就躲入巴黎比利土庙的猥所 有人告诉雅比米勒说 世间楼的人都聚在一处 雅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人 就都上撒门山 雅比米勒手拿斧子 砍下一根树枝 扛在肩上 对跟随他的人说 你们看我所行的 也当赶紧照样行 众人就各砍一枝 跟随雅比米勒 把树枝堆在猥琐的四围 放火烧了猥琐 以至世楼见的人都死了 男女约有一千 雅比米勒到提贝斯 向提贝斯安营 就攻取了那城 城中有一座坚固的楼 城里的众人 无论男女都逃进楼去 关上门 上了楼顶 雅比米勒到了楼前攻打 挨进楼门 要用火焚烧 有一个妇人 把一块上磨石 抛在雅比米勒头上 打破了他的脑骨 他就急忙喊叫 拿他兵器的少年人 对他说 拔除你的刀来 杀了我吧 免得人议论我说 他为一个妇人所杀 于是少年人把他刺透 他就死了 以色列人见雅比米勒死了 便各回自己的地方去了 这样神报应 雅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 就是杀了弟兄七十个人的恶 世间人的一切恶 神也都报应在他们头上 耶路巴黎的儿子 约谈的咒诅 归到他们身上了 试诗纪第十章 雅比米勒以后 有以撒加人 朵朵的孙子 普瓦的儿子 托拉兴起 拯救以色列人 他住在以法连山地的沙密 托拉做以色列的试诗 二十三年就死了 葬在沙密 在他以后 有激烈人雅尔兴起 做以色列的试诗 二十二年 他有三十个儿子 骑着三十匹驴居 他们有三十座城义 叫做哈沃特雅尔 直到如今 都是在激烈地 雅尔死了 就葬在加门 以色列人又行 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去侍奉朱巴黎和亚斯塔路 并亚兰的神 西顿的神 摩押的神 亚门人的神 非利式人的神 离弃耶和华 不侍奉他 耶和华的怒气 向以色列人发作 就把他们交在 非利式人和亚门人的手中 从那年起 他们扰害 欺压约旦河那边 驻亚摩利人之 激烈地的以色列人 共有十八年 亚门人又渡过约旦河 去攻打犹大和汴亚敏 并以法联族 以色列人就慎决窘迫 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说 我们得罪了你 因为离弃了我们的神 去侍奉朱巴黎 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 我岂没有救过你们 脱离埃及人 亚摩利人 亚门人和非利式人吗 西顿人 亚玛利人 马云人 也都欺压你们 你们哀求我 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 你们净离弃我 侍奉别人 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 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 你们遭遇极难的时候 让他救你们吧 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 我们犯罪了 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 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 以色列人就除掉 他们中间的外邦神 侍奉耶和华 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 就心中担忧 当时亚门人聚集 安营在基列 以色列人也聚集 安营在米斯巴 基列的民和众首领 彼此商议说 谁能先去攻打亚门人 谁必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 这实际第九章和第十章 是记载了基殿死以后 他的儿子亚比米勒 在事件城当中 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在读诊断的经文的时候 你一定要看到一件事 就是当人的肉体和血气 做王的时候 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 还有 当人不要神做王 要自己做王 要找一个他们信得过的领袖的时候 人的意识 人的倾向 人的野心 人的欲望 开始起来 做王 使用诡计的时候 我们往往会被这欺骗 而至终所带来的结局 就是灭亡 所以这样的家人 在读四世纪 整个从后半段 第九章到第十章 你真的可以看到 就是一个字 就是乱 你在读的里面 你一定要知道 这件事情不是发生在历史 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现今 甚至是在敌基督要兴起之前 末世的教会 所会发生的事 当神的百姓 教会的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肉体称王 我们血气称王 我们自以为要找一个 我们信得过的领袖 我们不要神做王 我们要人来管理我们 我们就会陷入到 这个很可怕的漩涡跟循环的里面 透过第九章 基督的儿子 亚比米勒 他想要寻求做王 因为父亲的野心 已传承到这个孩子的身上 亚比米勒就是 我的父亲是王 我的父亲既然 婉拒了做王的这个试探 他受到了那个钱财的迷惑 他自从也过得像王一样的生活 现在他的儿子 不单是要有王的生活 我还要有王的名分 所以他就联络他的母舅 去对世间人说 让我来做王好不好 可是世间层 他们就说一件事情 你要做我们的王 那么你就要把其他 这么多七十个弟兄 那他们怎么办呢 亚比米勒就起了极其可怕的心 要杀掉他的弟兄 七十个弟兄 收了七十社克勒 一社克勒就杀一个人 你看人的血气 人的饶我 人的欲望 人里面的肉体 起来做王的时候 人命就不值钱了 在过去的征战的里面 都是神借由外邦 外族来攻打以色列人 现在是自己的兄弟 弹害自己的兄弟 而且下的手 比外人还要更狠 所以他杀掉整个人之后 七到二十一节 还有一个小儿子跑掉了 这个小儿子叫做约坦 约坦就做一件事情 在第七节 他就站在激励心的山顶上 向众人大声喊叫说 他就讲一个比喻 要把咒诅 在激励心山上 背着整个百姓 其实你知道 事件城 其实是一个逃城 是立位人 要来使用 教导和帮助人 来认识神的真道的一座城 但是以色列人 开始没有去照顾立位人 也没有让立位人 来教导神的话的时候 仁义就起来争夺 所以事件城就开始不是一个 照着神的心意而行的神 是照着仁义而行的神 所以事件城的两旁 一个叫激励心山 一个叫以巴路山 激励心山向来是宣告 祝福的山 以巴路山是宣告 咒诅的山 宣告祝福是 遵从神的话语 就得到祝福 以巴路山就是 违背神的话语 就是召蒙咒诅 现在约坦 跑到了激励心山 宣告咒诅 就表示两座山都是带来咒诅 所以这一个好像是 无心的一个行动 实际上却是神的任凭 任凭人在肉体当中做王 所以本来是 礼当领受祝福的 反而成为一个 宣告咒诅的地方 所以透过这个比喻 荆棘要起来做王 荆棘说我要来遮盖 就发生一件事情 今天在教会的里面 有没有像这种 很可怕的荆棘 他要追求权利 他不是一个结果值的人 但是他却很在意的 贪图虚浮的荣耀和名声 他要再上起来 他要来做王 飘摇在众树之上 亲爱的家人 我们要防备 今天我们不要说 那个人就是这个 那个人就是这个 我们要来看看 是不是我里面 也有荆棘要起来做王 是不是我里面 也有野心和欲望要做王 我在教会这么久了 我服侍这么多年了 我投资这么多了 我付出了这么多了 今天我总该被人认可 当了知识吧 我总该被人认可 当了长老吧 我总该被人认可 我起来成为一个 在职传道人了吧 我说的话 带有一种重量 你们都应当要来尊荣我 这个就是雅比米勒 私欲跟肉体做王的心 神就任凭呢 任凭彼此这样杀害 人就任凭以色列人 在这件事情上 你要做王 那你来掌管嘛 你要做王 你的血气肉体要做王 所发生的事情 你自己来承担啊 所以你看16节到21节 约坦就说了话 20节 这个约坦的咒诅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今天世界包庇了亚比米勒 亚比米勒 操控了事件 在你们两者一气的当中 结果你们杀掉了西殿的后代 所以约坦就咒诅 将来你们两人会互相攻击 互相伤害 今天你们怎么样伤害我们 有一天你们就会彼此伤害 彼此攻击 彼此杀害 这个就是约坦的咒诅 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人与人之间 不再说着神的祝福 人与人之间 开始在血气和肉体称王的时候 我们所说的话 都是带来咒诅 带来凶杀 带来这种可怕的结局 果然三年以后 你看23节 为什么要等三年 神的怜悯 神渴望期盼在这三年当中 世界人 他们能不能让立位人 起来教导圣经 事件是逃城 事件是让那些 犯无心犯错的人 不小心杀的人 来到逃城里面 寻求遮盖 在大祭司的遮盖之下 他们能够得到遮蔽 但今天 神任由恶魔 任凭恶魔 其实不是神拆遣恶魔 是神都回他保护的手 神收回他奉印的手 神收回他真理的手 任由人在肉体 血气跟罪恶当中 这就叫做恶魔 降在亚比米勒 和事件人的中间 所以过去怎么样 用诡计伤害积淀的孩子 如今这两人 就是用诡计 彼此互相伤害 而且再看25节 事件人就在山顶上 设埋伏 等候亚比米勒 凡从那里经过的人 他们就抢夺 有人就将这事 告诉亚比米勒 什么意思 因为通往事件的 这条道路里面 有收税 要经商 要买卖 所以我们 夹持当中的 这些商队 我们攻击 这些要做买卖的人 我们攻击 这边要来这边 我们探亲的人 借着杀害 让管理事件的 亚比米勒 失去了很重要的税收 而且也失去了美名 你看这事件人 不就是杀敌 一千自毁七百吗 那谁以后来赶事件 你们以为是 攻击了亚比米勒 实际上也是在攻击自己 人只要陷入到 这种肉体称王的里面 就是陷入到愚昧 自相攻击的当中 所以 以别的儿子 迦勒就开始 离间事件人 反亚比米勒 迦勒是谁 迦勒是一个 名不经传的一个 无名小卒 他就是当地的 一个家男的 一个小领袖 他就策动 谁会相信 只是这样一个策动 是用一种血脉的 一种的 迦勒就透过一种 血脉的 一种的传承 来策动 事件人 因为他逼米勒 其实是他的父亲 是基点 但是他娶了当地 很多的妻 所以他是一个 混血的身份 他又是 事件成的孩子 但他又是 马拿西的后代 事件成是在 以法联支派 以法联支派的人 怎么让 马拿西的人来管 所以他过去 好像有双重身份 他又是 以法联人 他母亲又是 马拿西人 所以他可以 有权可以来管理 但迦勒很厉害 迦勒是迦南人 他是当地的事件成 没有赶出去的迦南人 所以他说 我是土生土长的孩子 我是你们的孩子 我才是你们 真正的子孙 我才是原住民 所以叫把事件成 你们应该要把 这些人赶出出去 把亚比米勒完全地赶出去 你看这样简单的几句话 过去事件人 是怎么拥抱亚比米勒 现在事件人 就是怎么样地 敌对亚比米勒 亲爱的家人 如果你在读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觉 直接在我们事件当中 不也是这样吗 人因利益结合 共同利益而结合 但是因为利益 分赃不均而分开 所以人在冲突的当中 都是为着利益 我自身的利益受损了 我不愿意被人操控了 我不愿意被人受绑架 我就要起来 亲爱的家人 在教会里面 有没有发生这样的事 有的 今天是不是在 你我基督徒生活当中 也有发生这样的事 也有的 所以求神怜悯我们 我们不要说 这叫做历史 你要看到说 这很有可能 是在幕后的世代 敌基督兴起的时候 离道返教的教会 所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要 透过真理 一直把我们 过在十字架的生活里面 求主厉害的 把我里面的肉体 老我血气 钉在十字架上 你会被人冒犯 你可能会被人批判 你可能会被人误会 但你一定要说 我们要竭力保守 圣灵所赐 合而为一的心 我们受损如何呢 我们吃亏如何呢 基督做王啊 基督说话啊 你会发觉 整段的过程里面 神没说话 最可怕的审判 就是神的任凭 所以今天在你 我的生活当中 我们多久没有在 圣灵的光照里面 认罪悔改 我们多久在 谎言当中 我们在贪恋 世界的当中 我们在与人 斗争竞争的 过程里面 我们在职场 而鱼我诈的 过程里面 我的眼目 在观看这些 色情的节目 在观看这些 色情影片的时候 我的眼目在贪恋 这些世间的名牌 世间的好的珠宝 好的包包 我所有一切的 钱财存钱 就是要买这些 人所认可的一些 的生死饼的时候 你多久没有听到 神的话语 对你的提醒 如果没有的话 你借着今天的话语 你真的来祷告说 主对我的心说话 不要任凭我 进入到这种 死亡的循环里 不要任凭我 放任我 逃着死亡的道路去前行 果然 四剑城的逆载 逆载是什么 就管理四剑城的 主要的领袖 叫做西布勒 西布勒 他就虚于尾蛇 迦勒管理了世界 结果呢 宰向内通外合 联络亚比米勒 来攻打迦勒 你会觉得 这个四剑城的 逆载啊 西布勒 真的很贴心啊 贴心亚比米勒 但是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至终 这个西布勒 还会起来 反叛 亚比米勒 所以在这个 混乱的政局的当中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都是因为 利益的瓜葛 所以 迦勒起来做王了 西布勒 并没有要帮助迦勒 所以后来 迦勒 惨败 离开这个地方 可是你看哦 亚比米勒 做了一件 很残忍的事情 在42节到45节 四日明出了田间 有人就告诉 亚比米勒 发生什么意思啊 就是 迦勒被赶跑了 世间人就觉得安全了 亚比米勒出去了 我们之前 不要亚比米勒 我们要迦勒 那现在迦勒输了呢 像亚比米勒 也没对我们怎么样 所以他们就 放心出到田间 什么 平安的日子开始了 我们开始要过 太平的日子了 不是 亚比米勒 带着极其 凶残 暴富的心 所以将事件城的人 全部杀光 而且做了一件 很可怕的事 撒上了盐 在杀人之后 在城的田地的里面 撒上盐 他就是要让这个地方 成为一个荒凉之城 事件应当是 立位人所管理的 滔城 结果现在变为死城 你从头到尾 看不到神的百姓 要来尊荣神 来寻求神 要来仰望神 没有了 所以这都是 积淀所造成的后果 因为寻求神 很麻烦 我还要透过 印证 我才明白神的道 所以我就来 造一个乙福德 借着乙福德 我直接问 最快 这是最快的方法 他所带来的 就是整个事件城 不再寻求神 也不再寻求 立位人 神帝的引导 而是自己做决定 这就是很可怕的地方 所以46节 一直到第55节 当事件人 他们在被 击杀的过程当中 他们很害怕 通通都躲到 门上的上面 所以亚比米勒 就追追追 追到过程当中 临近城门口的时候 一个妇人 就用一个磐石 丢下来 砸中亚比米勒的头 亚比米勒说 太丢脸了 我要死了 谁从拿刀 把我杀掉吧 之前亚比米勒 是在磐石上 杀掉了所有的亲兄弟 现在亚比米勒 也死于磐石 你要看到 神其实都在背后操作着 要让我们知道 我们曾经怎样去 在这地上 犯了杀人的罪 犯了污秽的罪 使这地满了流 无根无辜人血的罪 我怎么用忌 来夺取 神今天也任凭 在整个事件发生 让我们来去看见 不管是迦勒的新奇 西部勒的背叛 还是亚比米勒的 同心的在归回 掌管事件城 杀掉事件城 撒上盐 至终他死在 萨门山这块地方 你倒清楚知道 神任凭人的结果 就是死亡 55节 以色列人将亚比米勒 死了便 各回自己的地方去了 到56节57节就结束了 你会发觉百姓突然清醒了 我不要亚比米勒作王 我不要加勒作王 西部勒你也管我们吧 所以你看到没有 百姓都是一窝蜂的 要来管理我们 但实际上他们真的要王吗 没有 他们只是懒得去寻求神 找个人来管理 方便行事 今天我们做神的仆人的 你做领袖的 尤其是你做父母的 我们要有一个智慧 我们不用凡事都给答案 我们必须要引导 我们的弟兄姐妹 引导我所牧养的百姓 引导我所牧养的小羊 学会去跟神去亲近 学会从神那里找答案 我们不要做积淀 那就是立个以福德 方便人来寻求答案 你要什么 要去哪里 要做什么投资 要不要买房子 要不要离职换工作 来问我们嘛 我们就觉得真好 我可以回答很多人的问题 这是一个危机 我们是要把人 带到神的面前 陪同着他 即使我们也知道答案 但是我们要引导他 更多的来去 向寻求神得到答案 因为很有可能 我们的答案 不见得是正确 因为我们连自己 都要时刻的仰望主 我怎么能够轻易的 就可以给人 他人生的方向和道路呢 所以这样子家人 我们要怎么有智慧的 教导我们的儿女 我们知道怎么有智慧的 带领我们的孩子 西殿所设下的这个乙福德 至终使他的儿子 带来极其残忍 杀掉了他的后代 也使整个事件城 本来是逃城 成为一个荒凉之城 整个事件的主因 都是因为建造了乙福德 这件事情 所以人的肉体 人的血气 人的老我 就起来开始作王 很可怕的一件事 亲爱的家人 你我今天每一个做领袖的 每一个做权柄的 每一个做父母的 我们的角色非常重要 我们怎么去引导我们的儿女 敬畏神 寻求神 爱慕神 在他生活当中的 每一个方方面面 他懂得去 一直去向神求答案 当然我儿女向我们寻求建议 寻求帮助 小羊向我们寻求帮助 非常好 但我们的职责是 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 引导他们去等候神 引导他们去认识神的旨意 引导他们去明白 神做事的法则 真真实实的谦卑 活在神的面前 引导他们 向他们里面的 那个住在里面的耶稣基督 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三一神寻求答案 这个就使我们能够脱离 四世纪 这么可怕的循环 所以你再看 整个第十章 第六位四世 兴起了陀拉 第七位四世 兴起了埃尔 你会发觉 执政有二十三年 执政有二十二年 但是并没有说 国中太平多少年 只有说他们当了世事 多少年 还会进入到 第六节到第九节 好可怕哦 虽然有世事在管理他们 基电跟亚比比的 这件事情过后以后 你看第六节 以色列又行 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这时候太可怕了 你看 侍奉朱巴利和亚斯塔鲁 亚兰的神 西顿的神 摩亚的神 亚门人的神 菲利士人的神 过去他们都是行 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他们去侍奉迦南人的偶像 现在他们不但是侍奉迦南人的偶像 就是巴利跟亚斯塔鲁 现在是连周边所有的国家的偶像 七个偶像 全部都一起来敬拜 一口气不拜神 要去拜七位偶像 对的加倍 所以整个四世纪都在告诉我们 七次的循环 现在告诉我们七个偶像 这个不是刻意的一个数字的安排 这是说人背逆到一种地步 不要神 只要偶像 所以他们拜这个偶像 拜拜拜 他们还拜菲利士人的神 也拜亚门人的神 也拜摩亚人的神 结果他们以为拜这些神 可以带来平安 殊不知他们拜的神 带给他们极其的痛苦 逼迫他们十八年 你看第九节 第八节第九节 真的好好笑 住在河东的仇敌 过约旦河打河西 住在河西的仇敌 过约旦河打河东 那就表示仇敌 是在他们的土地上任意往来 所以你看最后四个字 以色列人就 正觉窘迫 所以他们在求神 第六次的悲逆 神救我们 神救我们 神有没有救 没有 神说你们去拜你们拜的神 让你们拜的神 来救你们 你会觉得神好狠心 神怎么这样子 我们来寻求你 你怎么撇下不管我们 曾经说过 神有时候任凭我们 我们在偶像的诠释下面 在撒旦的压制下面 在疾病的压制下面 很有可能是借着这件事情 行我们 我们的人生道路 我们走错了 当我们在一切痛苦当中 甚觉窘迫的时候 你要回头去看 是不是我一直都在背逆神 我是不是一直都在拜偶像 我是不是一直都在离弃神 所以你看15节到16节 这就对神说 神他错了错了 求你今日拯救我们吧 他们真的做了 除掉偶像了 七个偶像全部除掉了 他们真真事奉耶和华的时候 你看我们的神又怎么样了 耶和华因以色列受的苦难 就心中担忧 我们这个神 真的好爱我们 你真的透过这段 去读出神的心 神真的很爱我们 我们不管再怎么背逆 我们不管再怎么弃神 只要你一旦离弃偶像 回转向神 神的手立刻就出手拯救 虽然你在前面看到说 有你们拜的神来救你们吧 可是当百姓真实而悔改的时候 神又出手拯救 这就是我们的神 今天我们都在这个恩典的时代当中 我们在基督的保险的遮盖的里面 我们在这个恩典的救赎的当中 但我们要很小心 千万不要践踏耶稣基督的保险 践踏耶稣基督教恩 任由犯罪所恩典的加多 所以我要更多的犯罪 断乎不可 我们在罗马书的时候会解释很清楚 在旧约的过程里面 你会看到神一再的出手拯救 那是因为当时 神的灵不住在这个恶人 罪人的里面 但是在新约 耶稣基督的救恩 使一切的罪恶都背负在他的身上 免除了人一切的罪 而我们当耶稣基督放在我们心里 由他来管理我们生命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任由我们自己 继续犯罪 这是把我们带到灭亡的道路的上面 我们要很小心 17 18节 当时亚门人又来聚集了 在激烈这个地方 激烈人要找领袖 谁可以帮我们去打亚门人啊 谁找不找 神忍耐他们 连一个领袖都找不找 所以神纵然忍耐他们 神还是要找一个事实来救他们 但是有时候 为什么救赎没有那么快 帮助没有那么快 因为人不要神的话 人只要神解决问题 人不要神来管理我们 人只要神来解决我的困难 但人不要神来掌管我的生活 这就是事实记 一再循环 给予我们的一个见解 所以亲爱的家人 你的生命今天愿意交给神吗 你愿意将你的婚姻 将你的职场 将你的亲子关系 从这一切的混乱当中 解救出来吗 把你的心意完全向神打开 求神将你里面的老我 解气 我的私心 我天然里面的这种的 报复 我很容易被人冒犯 我的那个坏脾气 我里面的自卑感 我里面的羞耻感 求神在基督救恩的里面 完完全全的恢复和医治 我们就在基督的掌管之下 我们就可以脱离 这样一个可怕死亡的循环的当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救出 加入